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把 经常在我最近的视频里面出镜的FOSE FS7 这支琴的售价是2980 还配一个FOSE的梦泡系列后包 应该说这样的售价是针对于初学者的市场 但实际上这支琴在配置和使用性能上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击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首先它的共振我觉得是意外的好 我从来不会指望一支3000块钱的琴的共振有多好 但是它的确有别于那些初学琴常见的那种死愣死愣的动态感 它的声音是活的 琴弦的振动跟木头是有互动的 说明它的用料还有制琴的工艺是非常在线的 同时值得一提是这支琴用了被认为是做吉他最理想的油漆 很多比较高档的琴都一直坚持使用消极器 被认为是比较有呼吸感 对木头的共振影响较小的油漆 这支FOSE的消极器它不是那种很传统的软性的消极器 软性的消极器一般我们用指甲去按一下 就会马上有一个压痕了 而是一种现代配方的消极器具备一定的硬度 没有像传统消极器那样那么容易刮花 或者是受到一点点的碰撞就会留下痕迹或者是磕碰 值得一提是FS7琴头的配色和琴鞋配色是一致的 显得更高档一些漂亮 此外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我非常的喜欢 一般来说初学者用的琴上面的实音器其实都是比较随意的 但是这三颗FOSE自主设计的实音器 我觉得真的是用心了 功率很足 而且声音非常的清晰 平常练琴我不太舍得用太贵的琴去练 我会用这支琴来练手 即便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 和我那些进口品牌的琴上面的实音器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切单功能 音色风格非常的全面 我会用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 我会用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 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 我会用这支琴上面的实音器 然后琴的其他配置也是可圈可点的 比如这一排高精准度的18比1的带锁的调鞋钮 用料看起来非常不错的小双摇琴桥 琴颈与琴体的连接处也做了斜切的优化 那演奏高把位的时候就会更舒适了 琴体用的是三拼的order 那也是一个ST的标准木材了 琴颈是碳化烤蜂木 烤过后的蜂木更稳定 湿度变化很大也不容易变形 虽然我吃惊的是这个琴颈还是近切的 非常的漂亮 纸板也是精选过的 颜色比较深的印度玫瑰木纸板 纸板的边缘也有进行了滚边的处理 手感超级舒服 琴颈是很现代很标准的C型 任何人都可以适应 品丝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满用的是比较大比较高的 抗氧化的镍影品丝 这种品丝和不锈钢的特性非常的像 它表面是不会氧化或生锈的 平时你不需要做任何品丝的保养 非常的省心 同时由于它不容易生锈和氧化 表面都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光滑的状态 所以它也会比传统的镍影品丝要更加的耐用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琴包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吹爆的 360度无死角的全部都加厚的设计 还有一个保障情景安全的枕头 外面呢也设计了很多小口袋 方便大家收纳各种配件进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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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起来我觉得这支群只卖2980 它的共振和实音器的表现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再加上各种细节和配件也绝不拖后腿 这样的性价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